歌手2024在没有进行任何预热的情况下 突然回归 在节目正式开播之前 就有网友预测了排名 娜英必然拘手 娜英在歌手界的排名靠前 她的唱歌实力无可置疑 她去年翻唱张慧妹的歌 让人全程充满了活力 网友普遍认为 这一季的冠军毫无悬念地属于娜英 意见不一 娜英在节目开始前曾说过 听说今天是直播 天天都会做噩梦 梦到自己遭遇车祸 姐的紧张感实在是太明显了 娜英下台后 她的腿仿佛失去了力量 显然她对舞台还有一种敬畏之情 娜英对于排名结果做出回应 我仍有成长的空间 若不计较他们 我依然位居榜首 再加上娜英是叶赫纳拉式的血脉 这让不少网友梦回大清 觉得娜英这是在延续叶赫纳拉式的宿命 在自己的领域赛场上 开启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让人热血沸腾 而作为国内歌手代表的娜英 自然而然也被不少网友寄予了厚望 甚至还有不少网友直言 这一次 叶赫纳拉式绝对不能输 当然 娜英也确实很有实力 作为一代流行音乐天后 娜英在第一期的歌手中 凭借着自己不俗的唱功和深情的演绎 便曾打动不少的观众 虽然最后 娜英没能夺冠 但是却也拿下了第三名的好成绩 第一期节目的发展方向 一部分情况符合预期 但另一部分则出人意料 原以为这是娜英的地盘 却意外地发现 就连她自己都有点自保难 娜英的眉头频频皱起 尤其是在两位外籍歌手的演出时 甚至引发了网友们 一连串的表情包制作热潮 她被外界誉为天后 幸好她没有辜负这一美誉 即便以直播形式呈现 娜英的歌艺仍然堪称宝刀未老 外界再次自然而然地回忆起了 谷建芬的那番评论 无庸置疑 娜英先前的各种行为 顺势又被摆到了桌面上 叶赫纳拉市的命运 被外国人扭转了 2024年的歌唱比赛 也被称为娜英历险记 娜英身上聚焦了网友的目光 尽管大多数参加歌手 2024的歌手都是本国的 娜英的人气自第一期节目播出后 便迅速飙升 直逼热搜榜榜首 国人心中早已默契地承认了 共同对敌的原则 这季有两位外国朋友加入 他们的出现立刻带来了惊喜 连那位艺人都在观赏时 不由自主地全躯身体 试图逃避战场上的硝烟 出手时机成熟 便不妨行动 幸好 娜英以他的经典歌曲《莫》 重新为华语乐坛赢回了耳目 这首歌的开头几乎是纯粹的清唱 而清唱对歌手来说是最大的挑战 听众轻而易举地捕捉到每一个喘息 每一个咬字 每一次唤气声 显而易见的是 娜英之所以能够在行业内长胜不衰 并非没有原因 一开口就能触动无数观众的心弦 娜英这个人非常开朗 但是否该说出来就不一定了 他回答说 不考虑其他人 我就是最重要的 这句话看来 似乎并没有错 娜英的坏事可说是人尽皆知 但称他音乐水平低却是不公平的 在圈内威名显赫的娜英 是否真的像传闻中那样仗势欺人 严格来说 这样说合适吗 娜英为何背负起所谓的骂名 如果回想起他恩师谷建芬所说的那番话 就会一目了然 在大众印象中 仿佛自去年刀狼复出之后 娜英就逐渐隐没于人们的视线中 他并非在此期间完全消失 去年七月份 罗刹海诗问世 然而不久之后 娜英就宣布了新综艺节目乐队的夏天三 三个月内 该综艺节目将持续播出 无论是官方账号还是娜英的工作室 都在不断发布宣传内容 当时网友对娜英在某平台发布的视频 进行了最为热烈的评论 这段历史也因此重新被提及 其中包括他和刀狼的往事 在众多人看来 正是娜英率先嘲讽 导致了刀狼这位前途无量的歌手陷入了沉寂 拒绝刀狼的作品进入评选 其根本原因在于当年娜英以缺乏审美性为由 他随后传出嘲讽之词 唯有农民会欣赏刀狼的歌声 各位也许并不了解的是 据传闻 刀狼曾就后者的说法进行过辟谣 在某次采访中 他只是表示这些可能只是无中生有 大家都了解 造谣简单 但要辟谣却需要付出巨大努力 谁也没有想到 刀狼的罗刹海事风波还未平息 而好声音节目却突然成为了一丝黑幕的焦点 他在好声音后台的无力嘶吼清晰可见 只因在爆出的一段关于李文生前视频中 这几天还有网友感慨 要是李文还在 歌手2024就能有他的身影 证明华语乐坛依旧充满活力 实际上就那英所言的各种大话而言 说实话 熟悉他的人就会明白 首先是因为他本身自信满满 其次是他口才过人 言辞直截了当 谷建芬曾在很久以前 就曾经精准地评价过那英 称他是好嗓音 却与狗脑相配 他也非常欣赏 那英的唱功 毫无疑问 他的嗓音在音乐界中独具特色 他在歌手2024的表现已经足以证明这一点 在为人处事方面 那英确实展现了相当高的情商缺失状态 叶赫纳拉市绝不允许失败 你想尝试一下吗 来吧 据悉 这段对话发生在那英与一位观众之间 正值第一期演出结束不久 网友见到这一情况 一边嬉笑 一边也难免为那英感到担忧 这可谓是一场捍卫国家尊严的战局啊 第一期播出的第二天 便有传闻称亚当·兰伯特将前来挑战 毕竟 他是前来踢馆的歌手之一 人们预料到了 那英和六位外国歌手将进行PK 这或许是最终的一场比赛 那英此次参与歌手之旅 看起来并不如之前所预期的那样成功 他在圈内这些年来或多或少地 说了无数次嘲讽的话 这一点前文已经提到过 在颁奖典礼中 他被指责嘲讽田振 不得不强迫给林志玲灌酒 还有在好声音中对学员的欺压行为 在蒙探综艺节目中 那英对杨子 马家祺等人的态度 倒未必是他有意为之 根据网友晒出的路透视频显示 那英私下里建议 马家祺登上歌手2024的舞台 亲自体验一番 他怎么可能在过了几年之后 还会对对方念念不忘 这显然是有深意的 就像那位英气十足的人所述 既已踏足此地 何不尽情体验一番心跳的激情乐趣呢 期待歌手2024舞台上 那英的精彩演出 优秀人才如永江之水 历代皆有其辈出 在过去的两年里 汪苏龙在网络上可谓是名声大噪 广受瞩目 他在这次歌手比赛中的表现表明 他的音乐之路仍然延伸着漫长的距离 那正是为何 那英能够长期保持巅峰地位 并且不被击败的原因 时间会揭示一切 包括围绕他身上的各种谣言 那英的学生谷建芬 毕竟早早就透露了真相